从小就喜欢收藏的彭维国和爱人豪彩宴已经收藏了2000余件老物件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们计划成立了一个可触摸的老物件博物馆 专门收藏兰州阿甘河流域民众生活遗留下来的物件 让人们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 阿甘河发源于拢幼黄土高原最高峰马咸山,蜿蜒百里,最终在白马浪汇入黄河 近日,记者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县口子村建到了这间博物馆 近年来,这一带因当地整体规划搞旅游开发 村民们都已陆陆续续搬迁至其他地方 人们不要的锅碗瓢盆,在他们看来弥足珍贵 于是,走街串巷捡破烂,成为了彭维国和爱人经常干的事 家的这个,有些是土船的 有些的我以前的过程中感觉的比较好的东西收集下来就放了 不要了,也准备扔了,我就收下来,给我吧,我放下了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一些人去捐献出来 说,我家里面这个东西,你看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你拿去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都要去的 可这个东西留下来就是永远的东西 让这种历史堡垒,咱们记忆之中,而且通过实物来展现出来 而且把这种历史来滑化起来,通过宣传上这个 让激发当地的年轻人啊,当地人从没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和保护 也就增加咱们的自豪感啊 彭维国说,阿刚和刘宇曾经采梅新盛,人烟繁华 但随着煤炭业日益萧条,人们陆续撤离了淘金地 好多村庄也接连消失了 能够证明这个村子曾经存在过的也只有这些门牌 收集的这个展品中有一部分是门牌 这个门牌在所有的保护馆都是不收的 我之所以收集门牌 这个门牌都是与当地阿甘和刘宇发生关系 都是阿甘和刘宇内的人家村庄里面的门牌 这些来源就是有些村庄,像阿甘的一个煤矿 枯竭了以后,城县区,地面城县了 村庄搬走了,城庄搬枪了 搬枪以后这个村子不存在了 我把这个门牌收下来了 所以这些门牌都是唯一线的 可能每一个门牌后面都有一个家族的故事 像是我的家族故事和历史基因 彭维国说,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是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展馆 是可以触摸的博物馆 让民众近距离感受了物件背后的历史文化 a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